歡迎收看明週史上 我是許愛玲 現在人著重於保養 但是大家都希望天然的是最好的 所以很多人會找尋 所謂植物萃取的一些精粹來做保養品 但是今天我們要帶大家 一起來搜尋一下來自於大地之母 也就是我們的死海礦 當然這個擁有已經數億年 而且甚至於像Cleopatra 來自於埃及的宴後 它也是用我們的死海礦 來做美顏的動作 當然其實很多人會知道 所謂的死海礦當中 豐富的礦物質之外 它還有什麼樣的奧秘呢 今天我們帶大家一同來探索 當然就是擁有我們的死海礦金 當然也是我們的 美孚王國之稱的一個品牌 好 現在我們就歡迎我們的Eric老師 Eric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Eric 是的 Eric老師一定要好好地講一下 當初據我所知 這個埃及艾后Cleopatra 它為了這個死海呢 其實它發動了一個戰爭 它要這個Anthony把死海權給拿回來 到底有什麼樣的奧秘呢 是 死海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為什麼擁有非常棒的美孚呢 最主要是它擁有 全球最高量的礦物質 那到底擁有多少礦物質呢 它擁有32%的高量礦物質 那在OSMOTA這個品牌當中 推出了一個就是Site Out的礦金 它裡面擁有了自陽光蒸發 所留下來的精粹 這精粹可以幫助皮膚高效性的保濕 最重要的地方是它可以幫助皮膚抗UV的效果 所以你剛才講的這OSMOTA 其實它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品牌 它的一個專利的成分對不對 其實我們看到有很多的死海礦 或是死海的面膜呢 它擁有這所謂的死海的礦金在裡頭 但它不見得有這OSMOTA在裡面 是OSMOTA基本上來講的話 是在1989年的時候 阿哈巴的死海研究室 它在各地區的死海 萃取出 然後發現說 哇 裡面基本上 經由陽光蒸發之後 它裡面載了非常漂亮的 耐美鈣甲的礦物質 最重要的地方是可以幫助皮膚 維持健康跟美麗 額外部分來講的話 它也發現了一個地方就是 鎂的濃度非常高的時候 會幫助皮膚 在皮膚表皮所需要的時候 它會把體內的礦物質跟水分 整個吸到表皮 拿來做一個非常美麗的效果 所以它是一個天然的Pump了 就是擁有了它之後 它可以把裡頭的一些礦物質 跟水分打到皮膚的表面來 沒錯 同時它又提供了 死海高量的礦物質 來雙重保護 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這秘密 已經被科學界給解開了 尤其是我們這個品牌 擁有它的鑰匙 所以今天當然就是我們要介紹 它的枝藥系列對不對 沒錯 死海枝藥系列 擁有國家政府唯一授權的 DSL科學研究團隊 獨步開發沉積兩億五千萬年的 大地之母死海 今年累月突破性發現陽光自然蒸發後 形成極珍稀天然死海礦金 Osmotor死海奧特礦金 余含美孚黃金關鍵礦物質 全面提升肌膚質量 阿哈法愛海珍妮 其成功獨家研發出 Osmotor獨家配方科技後 更進一步推出重量級新品 讓肌膚打造重生的奇蹟 所以今天其實在這個死海枝藥系列當中 我們當然有著非常重要的三個產品 我們要請Eric老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沒有問題 第一個部分來講話 我們先介紹在去年上市的 一個叫O3濃脆美顏精華 這最主要是裡面除了擁有了 三倍高濃度的Osmotor之外 死海礦金 它最主要是可以幫助皮膚 我們剛剛所說的 幫助皮膚保濕 幫助皮膚抗UV 還有幫助皮膚的細緻度完全提高 第二個部分來講 那三倍到底有額外什麼效果呢 對 它可以幫助皮膚打通你的水通道蛋白 如果你知道水通道蛋白呢 大家知道氣球只有一個洞嗎 可是如果氣球多幾個洞的時候 它發現它可以灌很多氣進去 那在皮膚底層就很像 它可以灌很多水 進到皮膚所需要的細胞裡面 幫助細胞整理的沖水量提高 真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 就是三倍的讓你這個保養 三倍的美麗喔 所以現在我們就請我們的Eric老師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 沒有問題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只要取兩滴左右 一罐 對 全新的一罐 取兩滴的量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雙手摩擦的時候呢 我們第一個從下巴的時候 擦 往上擦 抗低吸引力 再來是什麼 鼻翼兩側 還有在額頭 三面 擦三道的時候 再輕輕拍打 直到吸收就可以了 哇 真的很容易耶 真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保養不再那麼複雜 而且可以這麼的自然 而且甚至於它的機能性 是這麼的強 所以另外呢 我想這是我們第一部分的一個精華 是不是 是 第一個精華 它可以幫助皮膚 改善實體的 我們講的保濕度 還有呢 明亮度 最棒的地方是 它可以幫細胞的整體的能量提高 來活化全部的肌膚 所需要的改善所有的皺紋 所以它基本上 可以在所有的精華 做一個精華液打體的作用 所以防禦啊 活化啊 這些效果通通都已經達到了 品牌專利的死海奧特礦青 以三倍濃度為基底 優化皮膚 臉部精華 能再次將皮膚細胞大量充電 使皮膚內部更好的保濕 亮澤 有理之外 打造提亮膚色的自然光澤 而最容易透露年齡秘密的 眼部周圍細紋 眼袋 黑眼圈問題等 品牌針對眼周全方位的狀況處理 提供了一款多重效益的眼部精華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項產品 來 Eric老師 好 第二項介紹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介紹歐三濃脆美眼精脆 這美眼精脆部分來講的話 也就是使用幾滴就可以了 我們使用在手上 據說這可以改善很多眼部疲勞的一些症狀 沒錯 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最棒的地方是它的質地非常的清滑 而且非常的水嫩 它吃到皮膚體內立即做吸收 而外部分它除了有三倍的凹凸之外 它也放了非常棒的特望藍的精脆在裡面 以及還有核荒樹皮 可以加上皮膚的減少眼袋 黑眼圈緊緻增結效果 全部展開了 所以現在人呢 大家常常滑手機 可能眼部一些勞累的一些症狀 這個完全都可以改善了 對 改善所有的你疲勞的眼周 疲勞現狀可以全部改善 好 我們現在由Eric老師來示範一下 好 那我們擦 基本上來講話 我們從眼尾開始擦 擦的時候來講話 做輕拍即可 從眼尾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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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然後拍到眼頭的時候呢 滑到眼周做打圈的方式 然後還有剩下一點滋潤度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滑到什麼 我們的眉頭的部分 沿著眉往後拉 這樣就可以了 哇 真的 就是這樣幾個簡單的步驟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吸收力非常的強 立即而且非常的這個容易的推開 對不對 吸收就馬上進去了 而且你發現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叫PVP的多醣體的一個彈力技術 它可以幫助你皮膚立即的提亮效果 真的 大家聽到立即 大家已經馬上就心動了 針對凡人的眼周困擾 O3濃脆眉眼精華 有效解決改善問題 讓你找回眼區青春光彩 提供舒適清新質感 照顧好臉部 眼部之外 擁有光滑細緻的好皮膚 同樣令女性朋友趨之若霧 透過品牌 Osmater死海奧特礦金的力量 加上從植物中萃取的成分 能夠為皮膚帶來什麼樣的奇蹟效果呢 除了臉部跟眼部的精華之外呢 當然這個品牌非常的貼心 還有你的身體的精華 來 Eric老師 是 阿哈巴基本上來自於美膚權威 當然要針對皮膚有非常棒的照顧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皮膚佔了3到5%的高量跨溫質 可以幫助維持皮膚整體的健康度 這一罐O3濃脆眉體精華呢 它擁有非常棒的就是3倍的奧特礦金之外呢 幫助皮膚呢 整體的明亮度還有緊緻度 還有最棒的地方是幫助快速的保水的程度 那最棒的地方是呢 它也又添加了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花果 這來自於破例的一個枝紙花 所以你聞它整體的味道會非常非常的清香 非常非常的清香 一個跟一個其他的複合的精脆油結合在一起 它可以幫助皮膚快速性的潤澤 而且改善皮膚所有安全 所有紋路整體的現象 也可以幫助你所有的乳液前 做一個身體打底的效果 我覺得這是在秋冬換季之際 就很多人開始皮膚有一些脫屑 或者是乾的一些問題的話 這個呢 應該是非常好用 打底再加上你任何的乳液呢 其實它可以加倍的吸收跟鎖水 沒錯 加倍的吸收 那接下來部分我們就使用在Model身上 而且味道好好喔 真的 超級讚的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滑兩圈 擦在身體上 從鎖骨帶到你的手肘 有時候呢 經用陽光的Size 傷的時候 有時候皮膚的粗糙度會增加 然後外部分來講話 做一個擦拭完的時候 做一個輕微按摩 直到整體的皮膚 做一個吸收的動作即可 哇 所以大家聽到了嗎 這個所有全身上下 所謂的美膚王國呢 當然我們要整體的都要保養到喔 歐三濃脆美體精華 除了擁有Osmutter 死海奧特礦金的力量 加上滋養的異國風情油脂 更新果酸和獨特合藻等 顯著改善暗沉 疲勞等老化問題 促進皮膚明亮 保濕 柔順等效果 讓肌膚重返青春之機 所以現在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的死海礦呢 其實它真的是有很多 所謂我們保養 所需要的一些精華在其中 沒有什麼秘密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真的是非常的極致 而且精華 所以在今天呢 我們透過我們Eric老師的介紹 相信很多的朋友 在尋找一個真正能夠 帶出你身體裡頭 肌膚底層裡頭的美麗跟光亮的話 這就是答案了 好 謝謝Eric老師 謝謝 謝謝 透過自然的奧秘與科技的突破 無論對於自然 人類 甚至死海 皆抱持著無比的珍事與愛 也正如品牌的初衷 相信在阿哈法 愛海珍妮的帶領下 能夠讓我們享受到 純淨天然的保養方式外 歡回其機 也能夠是一件輕鬆簡單的方法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明週史上 我是娶愛玲 那當然人家常說到 秋風起 蟹腳養 菊花開 聞蟹來 沒有錯 秋天來臨呢 肥美的蟹呢 就是大家品嘗的時候了 這個時候呢 其實很多人都會找到 所謂的處女巡呢 希望能夠找到又肥美 而且呢 能夠有一些創意的做法 不過今天呢 我們特別請到了這一位 這個廚師呢 他真的可以大顯身手 據說呢 他可以變出非常多的 不同的這個所謂的秋巡的做法 讓大家好好地品嘗 不過一開始呢 我們當然要好好地訪問一下 就是我們行銷公關部的經理 美里的Lucy 你好 你好 所以Lucy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所在這個育園呢 當然我們的上海湯包館 那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整體的 它的風格特色 其實我們首都飯店 整體來講 它是以巴洛克建築為主要的 一個設計的風格 那最特別的就是 隱藏在我們的二樓當中 有一個育園餐廳 那這個育園上海湯包館呢 它的特色是一個 可以看到它的氛圍是 東方味十足的一個地方 那為了要塑造 有如同在黃埔江的育園 用餐的一個氛圍 所以我們特別採用了 非常優質的木質的桌椅 以及多面採光的設計 那我們的牆面 跟整個城內設計來講的話 都具有一些巧思 盡量呈現是有江南庭園的一個風格 那再加上可以品嘗 我們強調本邦菜的 道地上海菜 所以希望給客人的享受 不論是視覺上 還是味覺上 都是有一個雙手的享受 不過剛才我們一提到 就是育園這名字的時候 旁邊都會看到 這所謂的小龍湯包 對不對 那小龍湯包應該是 你們這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還有上海菜 是 我們這邊最主要有名的 就是我們的育園的上海湯包 以及我們的絲瓜香仁湯包 都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的湯包的湯頭呢 都是用熬煮12小時以上的 老母雞湯所入味的 至於我們的一些經典佳肴的話呢 特別推薦就是我們的 本包紅燒肉 以及我們的東坡肉 那還有其他的 像酒釀大名箱等等 都是我們阿圖師 他非常擅長的名菜之一 聽了這個口水 已經快要流出來了喔 不過呢 當然我們現在秋天來 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秋巡了 那當然我們今天呢 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他們 所推出的巡寶宴 沒有聽錯 巡寶宴 就好像蛙寶一樣 真的是在這個秋巡當中 幫你用蛙寶方式呈現出 非常亮麗的一桌 這所謂的肥滿的巡宴 大家準備好了嗎 那當然剛才提到這位阿圖師 馬上就要上菜了 秋天正是品嘗肥美處女巡的 最佳季節 廚藝生涯三十多年的阿圖師 以多款不同的烹調方式 料理處女巡 推出的六加一款的鮮巡美鑽 充分提供內行韜客的味蕾 也展現了當季處女巡的 最佳好味道 因為現在我們秋天已經來臨了 所以說大家各個飯店 都在推出我們的大甲鮮 但是我們想說以不同的料理 不同的東西來創出說不同的風格 所以說我們才會想到說 用處女巡 這個螃蟹來做出這個料理 然後在設計這個料理的時候 我們是想說 老少賢儀 大宴小舟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說想出了這套巡寶宴的料理 而且據說說這個處女巡 別人都是進口來的 咱們呢就找到所謂的 東港處女巡 對不對 一定要是我們MIT的 因為我們MIT的 其實我們的處女巡 它的肉質也是非常的肥美 剛剛我看到那個 完全生的一隻的時候 好大一隻喔 聽說一定要到某個重量 才能上桌 我們現在是 舉的是差不多八至十兩 對 那現在我們要請阿土師來推薦一下 到底要從哪一道菜先來呢 如果... 我們應該是先由清淡的開始吃 我們這個清淡 這個螃蟹是我們最新在研發的 請您品嘗看看 好 這個是紹興醉蟹 這個紹興醉蟹就有點像醉雞的做法 是不是 是... 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有那個紹興酒的那個香味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那個蟹自己本身 有那個甜的口感 而且它好甜喔 是的 但是甜到我覺得那個甜度 有點不可思議的甜耶 對 所以說我們才採取用東港的 MIT的這個處女巡 所以它不屬於我們的大甲蟹 對 所以我推薦是說 我們在地的人用在地的東西 沒錯 其實我們自己所謂的在地有很多很多 不管是蔬果或者是魚或肉類 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呢 像我們阿土師這樣用心的師傅 對的 我們一定要給他鼓勵一下 謝謝 真的好吃耶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下一道 接下來的話 我們因為這個清淡的口味吃完了 那我們是不是來吃一些重的口味 對 我們來吃這個我們的這個 蒜苓果條蒸肥蟹 看到沒肥蟹兩個字就出來了 這個如果說您吃不飽的話 我們這個果條也是在地的 我們都是選用在地的東西 好香喔 我最喜歡大蒜了 所以其實這個在做法上就是 會不會很難啊 不會 這個一般家庭主婦的話都會 真的啊 是的 我也是家庭主婦耶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要怎麼製作它 我們只要把果條切好了 然後把我們的處女群 處理完了之後 放在果條上面 然後淋上我們自製的 那個蒜蓉醬 放進蒸籠 蒸8至10分鐘就OK了 就是這麼簡單 重點就是在那個特製的 蒜 大蒜醬 我覺得真的是 味道好濃郁喔 但是又不會太嗆啦 是 很讚 是 好 剛才說到我們的MIT的果條 吸滿了我們剛才這個 我們的馴的那個肥美的汁之外 還有我們大蒜的口感融合在一起 實在是太完美了 真的 是 好 那這一道吃完了呢 我們要吃再一個大蒜的 還是吃別的 我們吃別的 我們現在來吃這個 我們的 這是湯啊 對 這個是湯 所以我們這個蟹黃 肥蟹堡 對 其實我們這種處女群裡頭 也有很多的蟹膏 對 那我們專門是采用我們這個蟹黃 來跟它融合在一塊 真的耶 我來喝喝看它的湯 好鮮喔 是的 只有用蟹去熬嗎 應該是有雞湯的味道耶 沒有… 沒有嗎 完全就是蟹 對 真的很濃郁耶 是的 蟹可以熬出這麼濃郁的湯汁耶 真的很厲害耶 感覺真的非常的香濃喔 然後呢 這邊還有這個小白菜是不是 這個叫做娃娃菜 娃娃菜 是 非常的搭 好 再吃一口 也是非常的香 而且呢 我今天真的覺得 就是我們東港的這一個處女群 它的味道自己肉質 所以你真的就非常汁多 而且甜美 好 再來呢 這個師傅會建議哪一道 再來我們吃我們的 因為剛剛吃了蟹黃 我們再來吃我們的重口味的 好不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咖哩 對 咖哩蟹算是港式的菜嗎 也不算 也不算嗎 也不算 但是就是說我們的咖哩 就是純粹就是沒有添加別的東西 它這樣子不會把它的原味 來搶掉了 只是有咖哩的香氣 等於是那個香料的味道 然後有那個氣息 但是它還是沒有蓋過 就是我們蟹 它自己本身的甜美 是 而且它的肉真的好多喔 是的 我真的覺得秋天來了 喜歡吃這個螃蟹的朋友們 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運 而且絕對不能錯過我們的尋寶宴 還有一個 爱玲一连品尝完四道寻宝宴料理 每一道都感受到阿图师的用心 及高抽的厨艺 口味从清代鲜甜到香辣浓郁 接下来要品尝的是哪一道呢 来 粉丝宝 对 我们这个粉丝宝 我们的粉丝已经吸附着 这个处女型的甜度 那请您品尝看看 它的肉汁通通在里头 是的 其实这就是所有的日月精华 都已经在里头了 我最喜欢吃粉丝宝了 尤其我觉得粉丝宝它的重点 真的就在那个粉丝 所有的精华就已经吸附在里面了 真的好好吃喔 而且好鲜美的一个味道 里头有蟹肉的味道 有它的甜度 然后其实我觉得肉汁的味道 也是非常的浓郁呈现在其中 真的好赞喔 所以这里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香料 加入其中 也没有 也没有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在做蟹宴的时候呢 这个师傅你觉得 要把它做到好吃 它的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我们的蟹要好 就是食材 对 还有就是在烹煮的时间上的拿捏吗 是的 所以你看听起来好像都很简单 好像在家里就可以做 可是呢 却大家如果自己试试看的话 一定会发现 其实它是有它的困难度 所以还是阿土师的know how 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真的好好吃喔 而且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粉丝宝这边放了一段时间 那粉丝呢 还是很水 是的 对 它吸附好多的好多的精华 粉丝宝吃完了之后 我们要介绍的应该是这一道的 对 对 这个是避风堂 避风堂我们今年研发了 就是说有它的隐藏版就是 隐藏版 对 我们原本是设计了这个6加1 6加1就是后面就是设计了这一套 设计这一套 避风堂我们一般人吃完之后 因为它的料很多 所以说我们会把它剩下的料 不加以浪费 我们加以说熬成粥 来呈现给各位 来品尝这样子 螃蟹熬粥真的很好吃 螃蟹粥我觉得是 画龙点睛的一道菜 是的 这肉真的Q弹嫩 而且它一点都不干涩 是 而且就算你这样子干炒了之后 其实它里头还是 感觉不是干的 是的 好好吃喔 而且我觉得这上头避风堂这个 蒜蓉还有这个辣椒 还有葱 把它这样炒一炒之后呢 这个拌饭一定很赞 对 所以说我们设计了一个粥 就是我们的隐藏版 好 我一定要来尝尝看这个粥的味道 是的 来 稍微把它挖起来 这里头呢 也有我们刚才的蒜蓉这些 通通在里面 都在里面 好吃耶 而且呢 它又让那个味道呢 不会那么的呛辣了 是的 对 然后比较温和了 但是它有那种让你觉得非常幸福满足的口感 好好吃喔 这跟我以前吃的 螃蟹粥的味道又不一样吗 又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呢 感觉上它不是那种比较糊的粥 对 它比较粒粒分明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在整个设计当中 其实我觉得师傅真的很用心 你看前面有这个所谓的薰宝蟹 有这种各种不同的这个处女蟹的做法 从冷的清淡的一直到这个比较浓郁的口感 如果说没有饱足感 有果条 另外呢 还有我们的粥 所以呢 绝对会让大家觉得 真的是一个寻宝宴 让你非常的幸福而满足 好 我们非常谢谢阿图师 谢谢 那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真的可以来好好品尝一下 因为据说真的非常受欢迎 看到爱玲大胆蟹肉满足的模样 不禁令人垂涎三尺 另外 饭店在牛排馆更推出白酒盐烧大砂工 主厨以盐烧的烹调手法 将盐烧石板加温至500度后 放上16辆的大砂工 所以欧式香料加盖焖烧约5分钟后 即可享用到鲜甜水分肉质甜美的大砂工 喜欢偏好大袋蟹肉的你 赶紧来寻宝 5分钟 第一次 风靡全球的顶级珠宝品牌Tatsaki 于9月初在成品生活信义广场六楼展演厅 盛大举办珍珠与钻石发表会 本季在品牌创意总监Tacom Panico天马行空的创意下 将大自然景观逾越星辰中 那宛若天外之物般魅惑的神秘之美 与抽象手法融合 呈现大自然景色的变化万象 2014-15秋冬系列珠宝 今年首度引进来自法国珠宝设计师 Melanie Jojo Coppola's的MG系列 双新大胆的将珍珠切开 揭露珍珠的内在之美 为珍珠珠宝设计翻开新的篇章 更值得一提的是 MG四人高级定制项链 将珍珠紧密拼接交织在一起 以自然随意的方式佩戴 赋予传统项链全新定义 发表会现场 气质妈咪曾凯璇 为Tasaki献上产后付出处女秀 再次踏上舞台的曾凯璇 增添了亲手女的韵味 佩戴2014秋冬 冰柱珍珠钻石系列作品 更显风格时尚 Tasaki这个品牌很特别 我之前就还蛮喜欢 它就把珍珠变成一种 不一样的表现方法比较史上 我今天身上佩戴的是冰柱系列 然后它是用 钻石做成像冰柱的样子 然后用珍珠像冰珠白色的雪 非常特别 而且是全世界只有一件的作品 所以我今天带到这个 还蛮开心的 打表会中 由林伟如领军凯沃名模演绎珠宝作品 依序展演 Collection Line系列 MG系列 以及高级珠宝系列 珍珠珠宝作品 在模特儿的耳间紧急闪烁 时而优雅叛逆 时而魅惑也信 珍珠以流动之姿 游走于指尖 流线于街上 生动传递出 Tasaki 细致典雅 独特创新的设计风格 拥有实际发明线区之称的 万表品牌宝机 于8月底在台北101 举办为期11天的 实际发明线区展览 现场展出多指经典表款外 并回顾品牌两世纪以来 应用在万表上的多项专利发明 有幸让民众近距离一读 宝机的原创魅力 这次宝机 特别我们筹划 筹备这个展览活动 是因为从1775年以来 到现在已经200多年 我们有超过200多项的 一个世界的专利发明 那我们也当然筹划说 怎么如何 当然这些很困难的工作 在这么多的专利发明中 要找哪一些的题材 哪一些的钢要 在集合在一起 在这次101的专卖店 做一个展览活动 所以当然我们在讨论之后 有几项特别是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发明专利 所以在这次展览活动中 介绍给各位消费者 宝机自1775年至今 申请超过200项的专利 其次领选八项经典专利发明 在展览中呈现 包括1801年注册的 陀飞轮 1812年 收纳布勒斯皇后 委托制作的 全世界第一款万表 1830年 打造出不需要使 即能调教时间的表冠 以及近年发表的全球首款 顺时变换双十区结构功能 高正平科技 细材质 磁性调速器 磁性梳轴发明等 大幅提升走时准确度 树立难以契及的新标杆 在几年以前我们一直研发了 高科技这个细的材质 那宝基把这个细的材质 运用在整个行众系统的 三个元素上 本身细它是不受值 抗抹水内高温 可以整个大幅提升 它的一个准确度 因为它的运转达到 7万2千转 高频率的速率运转之下 所贴出来的数据 让它的值会比较 准确度更高 加上这次我们又研发出来 所谓的用运用磁力物理的 同性相似 异性相吸的原理 把它两个做结合 在一个集中性有大 然后会达到一个 整个精准度的提升 那也使我们消费者 他在购表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原创的一个想法 他要买一个准确的 钟表实际配戴在手上 然后会信任它 宝基的成果斐然 每件优秀卓越作品 不论从提高性能表现 增进准确度 艺术美感等 都足以成为流放历史的傲人之作 未来如何再创新作续写历史 也让我们更加隐隐期盼 以经典演艺为主题 2017年台北101顶级珠宝万表大赏 于9月初至10月初隆重登场 汇聚了全馆国际顶级珠宝 与钟表品牌 除了在四楼都会广场的 竹展场 可以揽14个品牌的 经典传奇之作 消费者更和在各万表专卖店 鉴赏2014 SIHH 以及Buzzle的最新表款 亲眼欣赏万表品牌的精彩新作 台北101 期待能透过举办 Watch and Jewelry Salon 作为一个平台 让台湾的消费者 如参加国际级的表展班 一览各家品牌经典设计的演绎 引领来宾进入一场 极致不凡的公益经典之旅 在台北101第11周年之际 特别邀请馆内各大珠宝 与万表品牌 参与此次盛大举行的 珠宝万表饗宴 也为周年性揭开序幕 而这一场 以经典演绎为主题的 台北101顶级珠宝万表大赏 让广大民众课层 有机会亲身参与 并了解世界各大万表 与珠宝品牌的历史发展与故事 台北101也期许 藉由此次展览 诚挚地邀请所有万表 珠宝爱好者 清零鉴赏精心打造的 华丽经典饗宴 领略制表工艺 与耀眼珠宝下的 无穷想象与热情 在台北101顶级珠宝万表 大赏的开展记者会上 各大国际顶级珠宝万表 品牌代表齐聚于此 以行动表示对台北101 深耕钟表与珠宝领域 多年的支持 14个品牌 最具代表的经典作品 由知名男女模特儿展演 呈现了万表极致工艺 及高级珠宝的艺术之美 女星总在荧光幕前美丽动人 时尚造型让人目不转睛 不过现在拥有美丽的妆容 造型不再是遥不可及 艺人的权利 自日本影镜 结合顶尖艺术 设计时尚摄影的 JL国际彩妆造型空间 于8月底 全新亮相开幕 由国际知名彩妆大师 林璐玉林领军 七首来自各界彩妆师团队等 提供消费者 在充满时尚艺术的美学殿堂中 享受专属彩妆 及时尚造型服务 我觉得要有美的空间 不是说化妆就美 应该是整个过程应该是很美 所以我们还需要补充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 如果有传统联统 当时联统 到时候会好 不是几次为了一人 应该是其他人的领重 演员三半集都能够享受到 在圆改标的一个 其身的领域非常重要的意义 打造甜美芭蕾女林造型外 特别于现场替刘真变换造型 快速创意的手法 让现场与会来宾惊艳不已 现在像我自己的学生 很多都是经济福利的女性 然后她们对美 都有非常非常极致的追求 非常非常厉害 那当然包括像是林璐老师 就是结合了棚林非常非常顶尖的造型的大师 那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样不过我们这些爱漂亮的女生 就不怕没有地方去的 JL打造美学时尚殿堂 不只提供专属的彩妆 及时尚造型服务外 针对有志学习彩妆技巧的民众 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彩妆造型课程学习 另外也为了让消费者 感受全新奢华的彩妆体验 独家引进与国际同步流行的彩妆品 宠爱女性外 并让女性持续永恒散发光芒 有多久没有好好宠爱自己 或是成为人人称现的主角 打造美丽就此行动 打扮完美 做个闪耀亮眼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orning words I'm laying down They haven't brought me any closer to your ear Big Women should take your breath There's nothing left to fear 美的東西跟有藝術的東西 它能夠經過時間的考驗 甚至於十字年 百年 它能夠保存很久 因為東西是要持久 所以我希望 我們每一天所看到的東西 今天 明天 甚至一年 甚至兩年 它都是還是一樣有它的美感 我們是朝這個目標在走 我是陳世昌 1987年 我到歐洲 然後當我下飛機的時候 我看到歐洲的建築物 它會長得雄偉 也非常的美 然後1998年 我又去了歐洲一套 那個時候 我所看到的跟上一次 1987年我所看到的完全都一樣 它沒有什麼改變 那這個時間已經經過了11年 但是它的東西 它的美 跟它的質感 都還是跟11年前 我所看到的都是一樣 所以從那一次我就有一種感覺 我認為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能夠把這些東西 然後在台灣把它完成 我找的這一家水利廠商 它大部分都是一些歐洲的老師傅 他們這些師傅都是在做他們一些古堡 有些東西壞了 然後他要去整修 所以他們的工法都很細 他們這些工法 如果在台灣 或是在亞洲國家 都沒有辦法去還照 甚至它顏色的配法 也沒有辦法去還照 我們用我們的設計圖 然後請它的水利廠商 照我們的圖去做施工 我們希望它的比例 能夠照我們給它的比例 就是百分之百的比例 但是歐洲它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們有些東西 如果它認為不是很理想 它會經過再跟我們溝通 它不會勉強地做 因為這個可能是他們 從小養成的習慣 所以我們在這十幾年裡面 我們跟它的配合 越做越好 因為它所做的東西 都能夠達成我們想要的 甚至還超越我們想要的 現代跟古典它是可以混搭 現代跟歐洲它也可以混搭 甚至於我們的擺飾 有些中國式的比較有藝術的 也可以擺飾 因為混搭是只要達成完美 主要達成它的美感不衝突 它是牆面整個就把它的基本條件 把歐洲的基本條件做出來 就是它有雕刻 然後不管是烤白 不管是用岩木洗白 反正它所有的牆面 就是有歐洲的岩素 但是它的佳季 並不一定要全部都是歐洲的 我對美的東西 我每天都在培養 這十幾年 我們做了將近三十間的樣品屋 我一定有幾間環間 我會去做新的嘗試 不管是它的配色 不管是它的設計 因為如果沒有新的東西 人家看了以後 看多了也會眼見 這是我在這一段時間所信念出來的 我要如何才有美感 我是陳世昌 從小就喜歡樹苗 喜歡畫畫 那也想去讀一些 是藝術系 美術系 那因為家境的關係 需要半工半讀 然後本身對木工本來就很有興趣 剛好自己的舅舅也是在做木工 就去學土 學木工 那晚上就讀設計 以前幫人家做代工 那也看過很多大師的作品 那累積到相當的經驗 一邊學習 一邊成長 那我有這些比一般設施 沒有的豐富的經驗 有對結構房子的一些專業知識 那在對於房子的改造 也會比較可以提供更專業的服務 為什麼會有幸福這一條街這個名詞 就是說就是我常常遇到客人 為了整理房子很頭痛 跟設計師還是跟木工鬧得不愉快 就是常常聽到 我希望把我的相關行業把它整合 那這方面我們很用心 再去找一些磁磚廠商 地板公司 甚至建築師 結構技師 廚具 相關行業 甚至也希望給客人有更好的環境 也找了一些藝品 然後來幫客人佈置 有自己的設計團隊 然後有自己的木工工班 自己的泥座工班 水電工班 油漆工班 那這樣子一條龍的服務的話 我可以讓客人更有保障 不管是什麼事情 我都可以扛下來 不管是油漆出了問題 水電出了問題 你只要找我 我就幫你負責完全責任 我們有3D步是很強的 那我希望說讓客人 直接到隔壁挑磁磚 挑好之後 10分鐘後 我可以讓你看到你的廁所 的成品 你選的磁磚 跟你選的馬桶 跟你選的材料 讓你在很短的時間 可以了解說你的 主要是廁所 可以選的到底是不是你喜歡的 然後節省客戶的時間 也可以降低它的成本 我希望說來到這邊的客人 第一是什麼都有 然後第二是說很開心很幸福的 你住了它的新家 木座它是一個使用性 跟一個木皮跟材質的一個表現 那軟裝是把我們的 所做的大理石啊 甚至所做的木座 把它再加分 用一些情境布置啊 那種一些藝術品啊 加上一些燈光下去搭配的話 會把大理石呈現它的美感 會把木皮的質感 用燈光去把它拉出來 然後像一些布置的話 你會讓整個空間 像有一些濾化啦 有一些盆栽啦 一些藝術品的擺設位置 那會讓我們這個空間 感覺更文心更有質感 我很喜歡逛藝品店 然後其實可以加深我對藝術的提升啦 那我不管是逛哪一家藝品店 我都會買個一兩樣 我是會買它最好的 那我覺得是我喜歡的 那我把它收集起來 收集多了之後想說 其實這麼多東西 可以跟客人分享 那不是更好嗎 所以就是把我收藏 四幾年的收藏 就慢慢慢慢的 剛好有這個空間把它呈現出來 一個攝影師對我來講 有點像是一個醫生的行業啦 那你對新房子當然是問題比較少 就是做得漂亮一點 然後但是你對舊房子的話 你就是要去診斷 舊房子有什麼問題 漏水的問題啦 它的管路的問題 水電的電路老舊啦 甚至它以前的排水系統 是不是OK 你要去診斷這個房子 因為你要累積很多的豐富的經驗 很多的外觀怎麼去重新加分 有些是外觀重新貼 貼上新的磁磚而已 那對外觀外型是沒有加分 那你找對設計師的話 其實可以把你的外觀 變成新房子一樣 加上瑞士的設計 加上一些鐵劍啦 然後一些鋁料啦 甚至米獅子 加上磁磚原本的造型 搭配設計變化 其實你可以有 不用花很多錢 可以讓你的房子 看起來像新房子一模一樣 我是呂金鋒